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车业大团 我是海棠 那我现在是在新能源的掌管的志级展台 大家可以看到 我觉得身旁的这台LS6 可能会是整个新能源产管当中最火热的一台车型了 首先是它的这个外观颜值真的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有国际法 它使用到的这种圆润且优雅的线条 你看车头两旁的这种肌肉感 那同时呢 它不会特别的具有攻击性 再加上它的这种优雅的线条的日行灯 以及里面的这种灯珠的设计 整体看上来是这种简约的风格的 再看到下方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风口 所以说这台车的风阻系数呢 也是做到了一个极低的数据 包括前方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亮黑色的一个前唇 整个车身颜色呢 是运用到了一个低饱和度的一个粉色 所以我们女生可能会比较吃这一款 它的轮毂我觉得也可能会比较讨女生的喜欢 是这种花瓣式的五幅轮毂 再加上一个橙色的这种运动卡钳 就挺亮眼的 整个车身侧面呢 它的线条没有很复杂 就完全是这种比较饱满的 没有那种凌厉的线条在里面 再加上这个比较帅气的一个溜背造型的话 以及这里上翘的一个小压尾 其实也把它的这种运动的性质 给它往上拉了一拉啊 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这个尾灯啊 是贯穿式的设计 但是做到了两条 上面一条随着这个尾翼一起上扬的 下面就是一条比较常规的这种线条了 那其实整个尾部来看的话 它也是做到这种饱满的简约型的 所以我觉得从整个外观设计来看的话 这戟L46它是偏向于那种国际简约优雅范的 不知道你们会对这个外观打几分呢 拍这台车可真不容易啊 太火爆了 我就那么五分钟的时间 带大家简单来看一下这个内饰哈 就这个内饰的话 会给人感觉非常的舒服和一种家的感觉 从这些方面到看到的这些地方 全是软质的这种包裹 非常的舒服 而且对女生是很友好的 再看到前方这个全画幅的一个非常大的三连屏哈 这里是一个附加的娱乐屏 这里是主驾仪表盘 再加这个导航的一个位置 那同时在这一块呢 还有一个控制车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屏幕在这里 自己一向的这种驾舱的设计来讲的话 我都觉得它是颜值在线的 再加上它的这种异形的方向盘 其实我会觉得这台车整个的设计非常不错 大家看到没这个门上啊 它是有这种木纹式版的 并且还加上这种菱形条纹的设计 所以这些方面也彰显出了它的这种高级感蛮不错的 而且整个座椅啊 支撑和这种发炮做得很好 而且还带有腿托 从这点来看很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后排看一下 这辑LS6这台车呢是一个2米9加的轴距 所以我们足以看到哈 它的这个轴距很夸张 做到的非常大 所以它官方宣传说是大平层呢 这个空间确实让我比较意外啊 同时也看到 它非常用心的在这个座椅腿部支撑这一块 专门给你做了这种坐垫支撑延长了 所以对整个腿部的支撑来讲的是比较到位的 那我们这个样子长途出行的话 完全不用担心会有很强的那种疲劳感了 同时大家看这种叫泡泡沙发 就整个坐在这个座椅上 你就感觉坐在自己的沙发上像回到家一样了 总体来讲的话是一种舒适且简约 高端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调性 值得惊喜的是这只LS6在本次的成都车展上 它也是迎来了它的预售 价格是23到30万 其实这个价格区间呢 它的竞争选手还真的蛮强的 但是呢它也有自己的亮点 比如说最强的800伏高压快充平台 可以实现15分钟补能500公里 这个是我目前听到的最强的哈 当然这是理论数据上的具体怎么样 咱们还是要等到后期的实测 同时呢它的0百加速呢是3.48秒 这个速度其实在这个同级别的车型当中 也算是比较能打的一个选手了 还有大家看到没头上顶了鸡脚的 一般都不太简单啊 所以它的辅助驾驶方面的能力呢 我们也还是要狠狠地期待一下 对于这样一台高颜值高产品里的6座SUV 您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拜拜